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决定不会再追求 现在一般人都讲求享受 那不追求不就没得享受吗 这个是一般人的观念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很大的错误 假如你要说 我的享受是我追求到的 释迦牟尼佛都要拜女子老师 为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个能力 追求不到 这个事情呢 诸位要是念了了凡思讯 你就想到 你一生所有的享受 不是你追求来的 是你命里头注定的 哪里是你追求来的 你要是命里头没有你能够求得到 一切祝福都要拜你做师父了 他没有办法了 你有这个办法还得了啊 所以真正明白的人说他不求了 不求他福报就享受自然回来 不求就来 你说多省事呢 你辛辛苦苦费尽心思求来 结果还是命里有的 你不叫冤枉啊 那才叫愚痴啊 这冤枉啊 所以他就不操心了 他不求了 他不求怎么样呢 依照佛的教育 利益且向 修益且善 他能够立向再修福 他那个后面的佛报 一天一天增多 富得不可思量啊 那才叫真的会求了 那个求是这样的求法 就是 因无所住而行不实 真正的这种求法 不会在物质上 这个寻之之夜的去追求 那个是错误的 所以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